贝贝和佳佳 今天,贝贝和佳佳三岁了。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给他们庆祝生日。 贝贝主动切了两块蛋糕,先给了爸爸妈妈。 佳佳也先主动切了两块蛋糕,给了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都夸奖贝贝和佳佳是好孩子。 也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给贝贝和佳佳佳每人一合鸡目。 贝贝和佳佳有礼貌地说。 晚饭后,两个小朋友互相谦让,不争不抢地玩着玩具。 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夸奖他们是一对懂事的好孩子。 爸爸妈妈工作越来越忙,没有时间照顾两个孩子。 妈妈妈妈,买糖果给我吧。 家里已经有太多的糖果了,等吃完了再买。 嗯,那好吧。 以前还要问问妈妈可不可以买,现在只要纸一纸,爷爷奶奶就给我买了。 哈哈,真好。 你应该让给这位爷爷做。 老爷爷,您请坐。 真是个好孩子。 家家,快坐下休息。 我最小,我应该做的。 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妈妈,您先请。 我给你加一块红烧肉。 真是个好孩子。 我最喜欢吃红烧肉了。 你喜欢吃的,我们不吃,给你一个人吃。 家家心里想。 好吃的红烧肉都是我的。 幼儿园里,贝贝和小朋友一起玩玩具。 贝贝主动将自己喜欢玩的布娃娃,谦让给别的小朋友玩。 幼儿园里,家家和小朋友一起玩玩具。 家家正和小朋友争抢自己喜欢玩的布娃娃,一点都不谦让。 贝贝和家家原来都是好孩子。 现在他们还一样吗?